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分享什麼標的 一樣我們先從台子期貨然後再看到股票 分享一些型態 方便未來你們在這個格局要知道怎麼建廠 那今天我們新增一個單元 叫做選擇權的交易策略 因為好像遠多親友都在玩選擇權 那一樣選擇權它是連結台子期貨 我們要先到哪裡 先到期貨去看它的報價 才知道說我們要做怎麼樣的交易格局跟規劃 假設你長期有在關注奧利Gate影片的人 我們就會知道說目前台子期貨的指數 它的格局大概是多少 那沒關係我們一樣從頭分享期 首先點到台子競選去看它橫盤格局 交易格局的變化 那我們把圖說到什麼 說到這個是 這是今年開盤以來的一些高低點 相對高低點的位置 格局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得到幾個價格 低點觀察292 高點觀察604 那波段整個波幅大概有300點 300點左右的優勢行為 那得到這些價格以後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要做交易要知道幾個價格 就是低點高點噴出可能加300 就大概59000 15900 那跌破的話可能就是15000 我們說要大約 就是我們要知道幾個價格 第一個就是高點多少低點多少 盤整波幅多少 有噴出多少 跌破多少 那我們知道這幾個價格以後 我們要怎樣去打單跟做交易策略 那我們以這兩天為例 假設你知道說高點可能是15300 低點是15300 高點是15600 那我們在這邊一樣 我們就切到那個選擇權的頁簽 去把這兩個格局抓出來 那一樣進入到選擇權 我們切到什麼 切到台子競選 比如說W2月權 我們就要做什麼單 我們要在哪裡 建倉跟持班 就一樣把圖結起來 然後編輯 編輯什麼 我們把這樣收到最小 15600 好 來 然後15300 就大概這樣 我們要Focus單只能拿幾檔 15600跟15300 你要做多的 做多的 在它跌破15300的時候 跌破15300 或是接近15300這邊價格 你就開始加倉 比如說加兩口 然後呢 然後要怎麼打單跟吃單 怎麼打單跟吃單 就是說當它指數 比如說 比如說你吃15300成本是50點 那你加二 加二以後呢 你直接把一口 短線我們要打 要賺的單就減一 減一減在哪裡 當你吃到這個50 假設你吃這裡 吃到50以後去減一的話 那就是多少 你在選擇前 這個價格可能跳價內 就是直接賣100 賣100 那你就會得到什麼 得到加50的優行 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在加50以後 你的成本是不是已經拿回來了 拿回來以後你就留一口 讓它結算的價格 賭它到15600 15600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跳價內 可能已經是300點了 這邊你可能會加300 類似這樣 去做你的交易行為 那做空的 做空的一樣 一樣 一樣觀察那個價格 在它那個 跌破 跌破15600以後 假設這邊 跌破以後它可能會變成50點 那一樣是 加兩口 加兩口賣一口 賣一口直接賣什麼價 就是賣100 直接賣100的價格 讓它 讓它賭它 回測15300左右價格 結算在價內 你一樣是加300 那你這100回來 這個100回來 這樣來回就大概400 先把這個格局 跟那個 你可能會賺 最大的賺賠比是多少 這些教育計畫很重要 要先做出來 那做出來以後呢 我們就去等它 等它跌破這個價格 做多的等它跌破這個價格 15300 你再去買50塊 它價內外一兩檔的標的 比如說是觀察300 或是350 做空的一樣 就是在15500跟600這邊 當這邊的價格 已經跌到剩50的時候 我們再去做它的交易行為 就鎖住上下這兩檔 然後你該有的提例單 就是小賺的提例單 我們暢談那個小賺 小賺跟大賺的優行為 就是一樣 就是正負加50的 就是你有加兩口50的 記得先賣一個100 就是有次單 就直接單子把它掛出去 不用猶豫 那就是大概選擇權的交易策略 那一樣 我們回到那個假設說 你們是上禮拜 開始看奧利桿影片 我們先去看那個 看那個350跟300這邊的價格 我們要切到它的技術分析去看 有沒有 它因為現在已經快結算了 那時候月略是在這邊 看一下周旋 你昨天假設你有看奧利桿影片 你可以做到什麼單子 在這邊 比如說你的成本在這邊 接近15300 它有走盤 這是昨天夜盤的行為 你就怎麼樣做 一樣 看它是不是符合我們的交易計畫 有沒有 假設這邊 還有這邊 上距離下來 因為我們是加二嘛 加二你可能會買在60還是65 那你會不管 那你這邊加二兩以後 你會得到你的成本是130點 130點以後 你的一口停利單 就是直接掛65加55 65 就是65加55 我們先預測說吃了 有一口短線要跑的單 65加55 那可能就賣在多少 大概110 110左右價格 這是第一口減1的單子 裡面可能就會剩一口加1的單子 這邊加2在這邊減1 減1了以後 剩下一口單丟著 丟著賭它 賭它什麼 賭它在15600左右的價格 可能就是增幅 可能又多大概250點左右 它含那個鋁業價的話 可能是300點 留一口底單 加一個底單去賭它 未來可能會賺300點的業務行為 那萬一做對了 就是這樣順著來回做 那萬一做錯了 你最大規程就是65 或是說跌破65以後 你就直接把它砍傷 可能辣個5.4點之類的 就是選擇權 簡單的交易策略 那你之前如果一直有關注奧力的影片 或是開格局 這樣去做交易策略 跟這樣去下單的話 我想你的選擇權應該就會很順 那一樣我們再復盤一下 就是 假設你是在15600 15600做那個的一樣 在這邊 它前幾天的指數 你可能建商的地方 可能會在106左右 大概是這樣子上去下 一樣 可能在這邊走橫盤 你看到走橫盤 那時候你建商成本可能是1106 那假設我們抓100 100的加兩口 成本可能就是200點 200點一樣 吃了有一口吃了那個 減50的那個加50的體力單 可能你會有一口 一口是賣在150點 然後剩下一口呢 賭他什麼 賭他整整段的那個 等負測去到 可能就是再加200 可能會出在200之後的價格 或者說你就丟著不管他 等他結算 然後結算價格會低於15300以下 那個都是可以執行的操作策略 一樣就是正負差 大概有300點 賺賠比的話可能就是 一賠一賠五 一賠六 一賠七左右 繼續做我們選擇權 可以做的交易規劃 所以不要急著建商 掌跌之前你先不要看 先回到台子期去看 他大的格局是怎樣 再來選擇選這邊做 做小格局的交易規劃 做格局內的交易規劃 我們在複習效 就是focus在多少 目前台子期 他給我們看到的價格 就是鎖定 應該是鎖定在15300 跟15600這邊 這邊區間 中間建議不要碰 我們要碰只碰大概 這兩個價格 或是這兩個價格 看到他有什麼 假設說 接近大概50點 跌到剩50 所有價格都開始踹看看 或是剩150至100 吃了 一樣該手的停損 讓個可能5點10點 縱使你不讓的 你吃了以後 你的一個停曆單要先丟 一個加50的優行為 以後就這樣建商建看看 那以上就是選擇權頭 跟台子期的規劃 然後分享一些型態 就是奧力爲為什麼一直強調 看圖說故事 看左邊出右邊的優行為 就是說 看左邊出右邊的優行為 就是說因為通常左邊這兩個價格 都是主力給我們的價格 然後再搭配我們抗盤的交易型態 就是說 它噴出錢 來我們再複習一下 噴出錢會做什麼樣的 先跌跌一點 然後跌到它走橫盤 橫盤的時候會做什麼 會做一個V 下來再破底再站回來 再打底 再上去再下來 做這個叫做什麼 V V W T破底再站回來 類似這樣優行為 這個價格 甚至於這個價格 都是主力 不讓它跌下去的優行為 那它讓它打底型態的完成 底部型態完成的話 通常它就會做怎樣 做這一波 比如說這一波盤整的幅度 可能是抓到50點 做這一波 就做這一波 噴出的等幅測區 就往上再加50 繼續走它的整理波 順的話整理波 走好再往上加50 再加50 再加50 走到它成一個上樓梯的型態 走到它做一個那個 噴出的等幅測區的價格的 交易計畫 這順的話做多了 那做空一樣 一樣我們再看一下 它在大碟前會發生什麼樣的優行 就是奧力給上座的 它在上面這個價格 以當中可是用來講的話 噴出這個價格 理論上要繼續向奧力給上座走上去 結果沒有 又收在這個價格之下 那就會形成怎樣 形成假突破的格局 那假突破的格局 就容易怎樣 容易去回測7張點 回測7張點 回測7張點 都有可能不排除 那你要做空的只能在這邊打 比如說打427的單子 然後做大概多少 做大概50點左右來回單 去做小串的優行為 假設你這邊空了嘛 然後賺50的時候 就加一口起來 就加一口起來 留一口 空一的底單 破單了 然後堵它到地板 甚至堵它在跌波的等幅測區 那一樣 掌破該手小停損的 防守個10點20點都可以 然後去做你那個 當充格式充的交易規劃 這樣來講 對我們交易可能會比較有幫助 再提醒一下 說真的 所有的股票都真的有過狠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的價格 真的都只是借過而已 真的是太狠了 但是在上去下來之前 我們不得不觀察它的優行為 優行為 我們建倉為止 就在這條線這個價格 那台詞競選以上分享到這邊 謝謝各位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那接著我們進入到我們股票系列 股票系列 就是建議習慣大家去參考什麼 參考那個成交值旁榜 我的前二十大 我們今天用成交值旁榜前二十大 去觀察每檔標的 假圖破跟破底翻的 看圖售故事的優行為跟格局 那一樣我們點到了 股市的交易系統裡面 進入成交值旁榜去看 它的那個 啊格局的話 我建議大家都是用60K 這邊點60分K 去看它交易格局的變化 那一樣 我們先一檔一檔來分享 先把圖結起來 假設我們要做美食這檔標的物 底點觀察二三二 高點觀察二七七 上去不能收下來 盤整潑伏的格局 大概有45塊錢 在這裡走橫盤潑伏的優行為 那現在噴出二七七沒有再收下來 那下一關有可能快要出去挑戰哪 沒有錯 就是二七七加四十五塊 大概是310塊左右的價格 噴出來 那萬一有一天它跌破棄手的話 可能要觀察多少 一百九的價格 但是二三二這邊 有主力吃給我們看 有主力吃給我們看 所以我們就 身為散戶的我們 我們只能跟著鼓勵建艙 有機會拉回的話 就盡量想辦法建艙在二三二 那一樣我們來看它 型態的建立 跟格局的規劃 這是原始它的那個交易的形態 它現在走噴出 噴出就是要觀察二七七 裡面像這邊 上去最好是到三一零 再拉回整理 讓這個二七七這邊價格時 壓力變支撐這樣會比較好 現在走噴出端的優行為 你底單這邊沒有建艙的 這邊就建議不要碰 想做多的話 不要追高 要不然就是說 你一追出去 你的田船要射得好 就是說你可能那個五塊十塊 跌破你就不要 如果看它跌破二七零那價格 你就 你就該頂存的頂存 如果說沒有多單的話 這邊就建議觀察不要碰 那我們來看一下美食KY 它主力告訴我們 什麼樣的價格 跟格局還有資訊 第一次主力 跑給我們看高點在這裡 低點在這裡 有沒有 噴出這個高點 不應該再收回這個高點 收回這個高點 就容易怎樣 回測這個低點 當然它這邊有在做一個 新高低格局 噴出 再收回 就容易怎樣 再收回這個高點的時候 就容易怎樣 去測前低 測這個前低 你說像破了要灌下來 沒有灌下來 結果又站回來 站回來 站回來就容易怎樣 去測這個前高 你這邊假設 232有加2的 這邊大概247 就大概可以減一口掉 多多都出得到 比如說這邊是抓 24 250好了 232 跟250 這邊都可以加20塊的U行為 看左邊 出右邊 出這個價格 出到這裡 已經做這一波 往上嘎的等幅測局 未來就觀察這邊的橫盤 有沒有繼續橫 橫的話就可以繼續堅長跟交易 以上就是美食KY簡單的交易格局分享 這樣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台積電一樣 創新高以後 走了一個新的橫盤格局 大概是這樣看 低點觀察524 高點觀察540 上去下來 524 540 那盤城坡斧格局的行為 假設我們抓大概20塊 有奔出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560 萬一這520棄手的話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500 觀察什麼 一樣 觀察這邊 有沒有像這樣破底再站回來 或是打第二隻腳 第三隻腳 橫得越久 資深揪越強 那 這是主力吃給我們看的價格 那這邊有加兩口的 哪邊要撿上 這邊540就撿一口 還留一口底彈 賭他到天花板 或是賭他到688俱樂部 那一樣 跌破該手小停存的還是停存的 這是台積電目前橫盤的格局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創意一樣 這個格局比較大一點 你底彈沒有見的話 就建議都不要碰 原本的低點可能 高點可能在830左右 低點可能約在66 660左右價格 那一樣我們把價格框起來 低點觀察660 高點觀察830 大家盤整波幅的格局 大概有170塊 170塊的整理波 那未來這830上去沒有再收下來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多少 你沒有聽錯就是1000塊 萬一 未來665萬一棄手跌破的話 下一關可能觀察多少 沒有錯就是490 那因為它現在創新高嘛 要再走一個新的橫盤的交易格局 你底彈這邊如果沒有建倉 沒有建倉 這邊就建議都不要碰 那你如果硬是要做 我們一樣做它新交易格局的規劃 一樣把創新高以後的高低點去做一個 一個交易規劃的格局 假設你剛有建高點又出的 現在又想重新把倉盡回來 一樣 你做當充格式充的話 1點觀察801 高點觀察859 那我們得到說做它當充單的波幅 應該會有60塊 60塊左右橫盤左右 橫盤整理的優位行為 那未來859噴出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910 910或920 萬一801棄手的話 可能就觀察大概740或750 左右價格 目前是走這裡橫盤 也是主力做給我們看的價格 你想當充再打的 就建議打這邊 做加2的優位這邊做簡易 那你會得到什麼 大概60塊 橫盤波幅的賺錢的優行 那你覺得說這樣賺賠比購 你就打看看 那一樣跌破810 就該停損的浪個5塊10塊 記得浪 因為這邊你如果有停損的話 你可以在哪裡去領他 你可以在750或760 再想辦法把它做回來 一樣 它大抵以後必須讓它高有個低 像這樣 主力吃給我們看 我們身為酒餐友 只能在這邊建長 跟在這邊建長 那就是創意的以上簡單隔絕分享 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劉發哥一樣 他在裝之前的壓力區 那一樣 我們先看大的格局 再看小的格局 這樣復盤你們才會比較看得懂 要怎麼做 波段的格局 低點觀察640 高點觀察730 我們得到它盤成波幅的格局 應該有90塊錢 現在有噴出再收回來 要是它沒有收回來 再往上嘎的話 例如說這一波的等補車區 應該要嘎到820 結果沒有 應該就是在做這90塊整理波的優行文 那底端這邊沒有建 650 630沒有建 這邊也建議大家不要碰 如果說認真要做的話 我們就去看它 當充格式充 應該要注意跟觀察的優行文 這是開盤以後的新高度 只有大概這樣 這個當充不流倉 建議大家 如果說真的要做當充 應該要怎麼做 1點觀察721 高點觀察748 我們得到大概27塊 很頒頒 波幅整理格局的優行文 有噴出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大概770左右 770 跌破的話可能就要觀察 大概690左右的價格 一樣這邊主力有吃給我們看 賣給我們看 我們身為債務在這邊 這邊可以吃看看 這邊可以賣看看 應該都賣得到也吃得到 現在價格到了 打繼續到要打不打都可以 但是一樣 該停損的還是要停損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這不知道什麼材料 一樣我們來大格局 看到它的小格局 大家做噴出段的優行文 一樣噴出以後 它走了一個新的格局 那我們做當充格式充 1點觀察多少 260 高點觀察291 上去下來 260291 我們得到它辦成波幅的格局 大概30塊 來主力賣給我們看 吃給我們看 那我們身為債務就盡量 想辦法建倉在260跟250這邊的價格 這邊有加2 這邊有記得-1 花30塊 加-賺 如果說這樣可以的話 我們就賺看看 那噴出我下一關可能觀察320 這邊萬一跌破7手的話 可能就要觀察230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寶瑞 盤塵波幅的格局大概是430左右 這個大概是抓390 上去下來 低點觀察390 高點觀察430 它盤塵波幅的格局約有大概40塊錢 那現在有做噴出整理波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大概470 快到了 大概這邊 這邊上次主力賣給我們看 主力賜給我們看 那你建倉沒有建倉在這邊 這邊也建議你不要碰 現在噴出了 噴出看它滿足區快到了 看它未來看它這邊 新盤整的U行為 有沒有像這樣 噴出下來 然後在這邊 原來是壓力然後變自身 我的地方你想建倉再建倉 那你 你當有建好的 這邊你就放著不理它 看你掉停利 或是賣一半有一半都可以 那目前 目前能判斷就是滿足去到了 建議多觀察 觀察什麼 觀察在這邊的橫盤 有沒有像這樣 波幅假設說 下面的波幅是40塊 這邊又有40塊 整理波幅的U行為 你就上下加40 先做它的這個 要供給的範圍 以及吃貨出貨的交易計畫 它點位還沒到 就建議多觀察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四星KY 這滿大的破底班的格局 一樣我低點觀察764 高點觀察多少 927 這大的格局 我們就說大再說小 那它盤整波幅格局的 業務行為應該要140 大概160塊錢 整理波 現在噴出了嘛 做927噴出的U行為 那理論上往上嘎 要嘎到哪裡 找到滿足 大概1080 你沒聽錯 萬一跌破的話 可能要觀察多少 觀察大概580 580左右的價格 那它現在沒有走橫 還在噴 我們如果說真的要建造 只能再看比較小的U行為 就可能看到這裡 看到這樣 好來 近期的高低 這是不留艙 你建議要做當充格式充頭 可以這樣去觀察看看 低點觀察911 高點觀察947 橫盤波幅格局 優勢大概有35塊錢 這邊整理好 有在噴出的話 下一關可能觀察多少 970 975 980 大概是970 975左右的價格 萬一911起手的話 下一關可能觀察多少 880左右的價格 目前這主力吃給我們看 主力賣給我們看 都可以開始跟著調節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來 滑行客 那滑行啊 原本的低點觀察是15 高點觀察多少 應該是在 在這裡 大概是50塊左右的U行 這檔剛好是 我們那個 符合奧利給長講的 有沒有 一直整理一直整理 然後做噴出 順便再提醒大家 你看它噴之前 都在接近底部這邊的價格 有打到 再往上噴 絕對不是噴出一直往上 你看 那你久久一次 比如說這邊盤整10次 都是這樣 打到吃一次就賺錢 打到吃可以做小賺的U行為 然後 最後一次 再上去就做它大賺的U行為 那原本它的盤整破5 假設這邊是5塊錢好了 現在噴出能夠觀察多少 55 比如說可能45到 可能45到50 那往上加5塊的話 就大概是55塊 是不是也到價 就這個 這一段 剛剛好它滿足 然後就 複盤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樣 現在做噴出以後的U行為 我們直接做它分享它 鋼通格式衝動應該要怎麼做 來 首先 不管進入任何標定 我們進去就是要賭博 就是要輸贏嘛 那進去以後 我們就把賺牌 北比先抓出來 低點觀察53 高點觀察54 它的日內波大概有3塊 橫盤波幅的U行為 你這邊有加2塊的 加2張的 上面就可以剪1張 去賺它加3塊的U行為 就大概這樣看 萬一日內波有嘎出去的話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多少 57 但萬一五二四四首的話 就觀察49 那你底帶下面沒有建的 這邊要重新建倉的 建議這邊多觀察 因為主力是第一次給我們看 在這裡有走的 明後天觀察它這邊 有沒有繼續有手 有稱 對啊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是一堂 價值3000萬教育心得的分享 在你聽完之後 保證你會得到 價值3000萬的教育技巧 以及如何達成 躺著但你做飲甘心 年收入100萬的達成計畫 看你以後你會知道 有錢人的想法到底在想什麼 影片記得看到最後 我先問大家的問題 你是韭菜嗎 你被當作韭菜收割了嗎 還是你都是在收割韭菜的 這是一個完全不想負責任 投資分析報告的頻道 一個教你如何賠錢的頻道 不收費 只想分享經驗跟群網 沒有錯 就是用老韭菜賠錢的經驗來賺流量 只需要 只需要 只需要你的訂閱以及分享 參考的經驗呢 是一個28年老韭菜的交易行為 內容可以跟你保證 完全是看圖做故事 你沒有聽錯 就是看圖做故事 影片錄製的方式呢 大部分都是用直播的方式去錄製 手機的軟體去排版的喔 所以有錯別字部分 請多多見諒 接下來我們用最實際的數值 以及最直白的語言 來分享這個標題舞 這個時場 你看一次看不懂 可以點選會棒 跟上角有個刺 看別100次 看個1000次看到你懂了 那今天我們來分享就是 我們要跟齊弱的 教育技巧的SOP 讓你如何看出格局 以及 做整線的用法 簡單來說就是如何看圖做故事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多或做工喔 進入到任何的交易市場 你要先學會觀察盤整的格局 並且注意在這個格局 改變之前喔 有87%可能會發生的業務行為 能力呢 在這個格局面喔 寫出你的教育計畫 並且在開企的過程當中 試圖發揮你的想像力 那首先我們來到觀念的建議喔 帶大家看 什麼是假不破 什麼是破底盤 然後 關出要觀察什麼 疊破要觀察什麼 還有 在看一個格局喔 你不能不去知道的我的價格 就是 盤整格局的高點 盤整格局的低點 盤整格局的波段幅度 出後的等幅測距 疊破後的等幅測距 那你如果是想做多的喔 建議喔 觀察 去觀察盤整格局的低點 以及它大體以後 等幅測距的低點 所以我開始走橫盤喔 我們就觀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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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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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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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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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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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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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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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就可以很輕鬆愉快地去面對 所以最後看出格局的問題 就是讓你們在明天後天跟未來的格局 去擰定說你們要怎麼樣去賠錢的交易計劃 最後再提醒大家 你要做比較第一次天天有的 你真的不要怕賠不到 只怕你沒有錢可以嗎 要你的機會我可以跟你保證 天天都有 可以等到你80歲或者是中風 手按不動刮損之前 你都還可以繼續 最後學會 加入技巧投資心法 去練好你的基本功 怎麼樣在下面吃兩張 就出一張抵單料理上去賣一張下去再買回來 讓你成為的小肥小賞阿川的習慣 抵單就留著他點數不來你就給他賭到電話吧 雖然有時候我們看他賺的錢他點回來 你可能會捨不得 但是我們這樣才會有長線賺錢凹單的交易計劃 你這樣調整的話每天你就會覺得很有參與感 而不是只能在旁邊看戲 那之前的影片也很重要 建議大家從頭到尾都給他看完 看了一百次讓他詢文播放 你就知道韭菜是怎樣被收割了 喜歡影片的觀眾在老闆按讚訂閱加分享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如果說你有想了解掉地物 可以為你免費建議以及分享 跟你保證完全不負責任 要賺多賺少自行負責 最後我獻給大家一個價值三千萬的教育心得 做多千萬千萬別追高 不要在做空想上班的地方你去做多單 那做空千萬千萬別殺低 就是不要再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已經在地板了你還跟人家在空下去 那不管在哪裡建倉 不管在哪裡做單 就是千萬千萬記得要提索 以上的三千萬分享給大家 影片的最後呢 再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交易順利 非常好你的交易計劃 喝酒在割到80歲之後 手按不動刮鼠之前 以上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